面對武漢肺炎疫情 今晚一日來勢洶洶 事實上下臺灣的防疫封關禁令 已經登場了 上路第一天 在桃園機場多少是有些亂象 但為了是要亡羊補牢 補破鬥 事實上再多不方便 也必須要全民都配合 因為社區防線不能破 而就在儘管單位宣布新增 86確診案件當中 二月底三月初初診回臺的旅遊團 及時確診案例陸續在激增 當然就讓嚴守社區傳染防線的防疫壓力 瞬間也暴增了 我們就看到根據儘管單位 所公佈的資料顯示 新增的八位 事實上 我們剛剛其實這個圖表當中有看到 是有兩個是在機場攔檢所驗出來的 四人則是居家隔離當中的名單裡面 那麼還有兩人是自主管理的 但綜觀起來 之前出遊 中標旅遊團的累計數字也顯示 狀況最慘的 事實上 今天是沒有他們 但是告訴你 土耳其團搭機遊行吧 連續幾天下來 那麼十五個人出團 有十三人都確診了 另外兩個人其實很緊張的 但是今天的名單當中就有埃及團了 埃及團 全團累計五個人中標 另外在奧地利捷克這個地方 加起來到今天的案例 當加起來也有四個人都染疫 再來還有是留學生 有工作 到台灣來探親等等 零零總總都變成台灣 境外移入確診的主要源頭 而面對現在是否要宣布 社區感染階段這樣的疑問呢 看到陳時中 他也特別有說了 事實上你不能說會沒有 但是目前我們在確診案的比例上呢 還是以境外移入為大宗 所以並不符合這樣的設計船人定義 但是他也說戰戰兢兢 絕對不敢大意的 而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防疫壓力 事實上在基層的民眾 現在你我走在街頭 你應該都感受到了 檢察官看到是 指揮官也是特別強調了 機場防堵破口就絕對需要 必須要嚴格執行的一個第一關的 那麼來看到319封關第一天 就針對了看到境外人士 這些外籍人士啦 限制入境 那麼如果相關證件你是可以來 但是必須要一旅 計渣檢驗14天 而這14天也包括了台灣民眾 因為你所有從台灣回來的人 不是你是什麼國籍 因為病毒不會看你是外國人 台灣人都是看你從疫區回來 都有風險的 那麼除了是三生五力 要求呼籲民眾現在 真的不要再爬爬燥 不要再出國了 也呼籲反台居渣檢驗的民眾 禁止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最高罰到一百萬 真的要注意 那麼同時剛提到了 機場的懶賭破口 絕對是重要的手段 所以現在儘管估計說 其實第一天有1萬人會回到台灣 但目前說有症狀的人 趕快就要 就是趕快要先來檢驗 那麼根據資料顯示 光是從3月1號到3月17號 所出境的 下檢之後 其次還有8.6萬人 根本沒回到台灣 其中如果細部分析的話 在歐洲有7200人 美國大概是8700人 這當然如果一次回來 都會是我們機管單位嚴峻考驗 不過眼前可以亡羊補牢的 就是針對3月5號 3月14號去回溯了 你看到你曾經去歐洲 其實你真的看電視 你也要擔心了 那麼回到台灣 這1.6萬人告訴你 主動回報吧 那麼看到居家隔離14天 目前是5900多人主動回報 加入隔離行業 那麼眼見台灣這場戰役 那麼從第一階段重點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做得不錯的 就是防堵中國輸入 但接下來第二階段權力是對抗 是院內社區感染 第三階段 又把焦點到阻絕歐美疫情的襲擊 那麼專家直言第四階段 真的要小心是校園防疫的豪狗戰 那我們今天要宣布有八例 我們新增了八例的確診的案例 19號又新增 八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七個境外一個本土 個案101也是埃及旅遊團成員 目前這一團5人確診 個案102 50多歲女性 美國商務活動返台 個案103高中生 這是個案59的同學 個案104 108 3月5號到14號 前往奧地利捷克 跟個案6172同團 個案105去年底到法國留學 個案106到西班牙游學 個案107法國籍男性來台探親 指揮中心說未來兩周是一大考驗 那我們現在就在守這個 境外移入跟社區的這條線 全力把它守進 如果進到社區之後 那當然問題就相對的大了 就在不可控的情況 不過我們現在就是全力 這兩個禮拜全力在做這件事情 指揮官憂心不是沒有理由 因為18號一口氣暴增23例 其中這三例真的風險高 個案84 20多歲法國男性 3月12號入境台灣 16號發燒裁檢 個案95 20多歲女性 跟先人到印尼巴黎島 自由行七天 12號返台 返台前兩天就有喉嚨痛咳嗽 入境時沒有發燒 如果有確實填寫健康聲明卡 照理說應該就要採檢 而不是等到3月16號 這兩例都在社區四天 就怕引發社區感染 在本土裡面 我們對本土的案例相對的 比起境外移入的要來的少 不過我們不敢大意了 這麼多的境外的移入 那還有一些可能性 都是存在 所以我們也是真正經經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 沒有旅遊史的第一百例 這是一名二十多歲女性 沒有出國 十二號有症狀到診所就醫 醫師說是一般感冒 十六號發燒 咳嗽 再度就醫 十七號呼吸困難 到大醫院掛急診 十八號凌晨收治到 敷牙隔離病房 家人暫時沒有症狀 而且她生活單純 感染源有待釐清 同住的家人跟同事 目前沒有人發病 專家指出無症狀或症狀 輕微的很難揪出來 目前有一半以上的感染者 找不到來源 社區中是不是還有更多 衛爆彈 讓疫情指揮中心 還有專家都高度警覺 記者綜合報導